好各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几道例题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复习过的五大模型当中的蝴蝶模型和燕尾模型了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小题 如图,在三角形ABC当中,已知MN分别是两边上的点,并且BM和AN交于O点 并且请不告诉我们AOM,ADO,BON的面积分别为321,这是3,这是2,这是1 嗯,好不,跟他画得好,好不搭呀,对吧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求MNC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多少 那么结合着题目当中所给的条件和这个图形 我们发现啊,321这三个三角形,是不是恰好放在一个四边形ABNM当中 所以马上就可以来应用我们所学过的任意四边形当中的蝴蝶模型 而且我们这下的第一个结论,已经知道了其中三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第四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就非常好求了 那么利用我们那个结论,3乘1除以2就可以得到MON的面积应该是1.55 好了,那左边这些三角形的面积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怎么求右边这个MNC这个三角形当面积呢 MNC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我应该如何来求呢 那很明显MNC不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任意四边形的蝴蝶模型 T型的蝴蝶模型,燕尾模型都不存在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模型当中 所以接下来对于教题,我们再往下要使用的当然就是其他的模型了 而到了六年级,像我们做这种具有综合性的题目的话 那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考点,对吧 那么把几个我们的几何内的几个模型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 或者有些更有难做题目可能会跨距几个专题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那这个也是咱们在高年级的时候要来开始学习和训练的了 好,那么除了我们今天的蝴蝶模型和燕尾模型之外 我们还学习了或者还掌握了什么模型 那重重之重基础中的基础,等级变形嘛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鸟通模型,对吧 可是对于鸟通模型来讲的话 我们这里并不知道变的比例关系 所以用起来会略微费一点劲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妨把目光启动在最后的等级变形 好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能够通过等级变形的思路 在结合图形会发现三角形MNC的面积 和三角形AMN的面积 恰好它们的比等于AM比上MC 咱们看一下 哦, sorry,比反了 应该是MC比上AM 来,咱们看一下 三角形MNC和三角形AMN 这两个造型是不是很迷也有一个公共的顶点N 然后分别以AM和MC为底边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高 是不是应该是同一条 那么高相等 虽然面积比等于底边比 所以应该等于MC比上AM 而同时我们观察会发现 MC和AM这两条边的比 除了等于我们给出的MNC和AMN的面积比之外 那么它还应该等于的是 三角形BMC 比上三角形BMA 这两个造型面积比也等于MC 比上AM 好,那也就意味着 利用我们的AMC比上AM 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等式 那就是三角形MNC的面积 比上三角形AMN的面积 应该等于三角形BCM的面积 比上三角形ABM的面积 好,MNC的面积是我们要求的 为了我们后面的书写方便 我们不妨说它的面积为X 所以MNC就用X来表示 而AMN的面积 3加1.5 那这当然就是4.5了 那么BCM这个造型的面积 那就是1加1.5加上X 那就是X加上2加5 最后在底上的ABM的面积 那就应该是5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关于X的比例方程 那既然这个方程解完 自然X多少 我们也就轻松可得了 好了,那对于第二题目来讲 就是一个把整机模型的模型 和我们的任意次变形的蝴蝶模型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综合性考题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要题的最后讲案吧 根据蝴蝶模型 我们可以得到MON的面积 应该等于2分之3 也就是1加5 然后呢 设MNC的面积为X 那么根据整机模型 我们可以得到 ANM比上MNC 应该等于ABM比上MBC 那么最后 把这些对应的三角形 都分别用它们对应的具体的数值 或者是X的式子表示出来 那么最终 我们可以能够解得 X等于22.5 那么也就是三角形 MNC的面积 就是22.5了 那么对于这条题目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把两个模型放在一起 来进行了考察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咱们所学习过的一些典型的模型 比如说我们的这五大模型 对于同学来讲 比较熟练的 掌握在心中了 伞着 玩具体来的 vagy 小鸳 感谢观看